在這個計劃當中,我自己覺得原則上應該是一個對現有的選舉制度改善的做法 原則上如果有任何的改善都應該是歡迎的 但是亦都要考慮技術上的做法能不能夠配合得到 如果技術上的問題可以克服到,真是能夠令到多些選民可以更加方便投票 當然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在之前我們和官員都有些交流 以及在文件上也看到,有一些憂慮都想在這裡分享 剛才議員也提出了保安的問題,這些我不講了 另外,實際上如果要做的話,我們也要有另一批人 或者同一批人是要去運作這個預先投票 這個預先投票,假設現在在講3萬公務員 這3萬公務員去投票的時候也要有人幫他們做相關的事 這批人又是怎樣呢? 他們是否正式投票那一天又要做,新的一天又要做 然後他們的投票又如何安排呢? 這個是可能需要一個回答 更加大的問題,就是其實在上一次我們和官員談的時候 我們就提到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那個投票的時候,選民去到票站就要用人手的方法 是將他哪一個人投了票呢?用間尺用筆畫了他 這個做法就是有一本寶 就是要記下所有這些已經投票的人 好了,你在那個預先投票的時候 我相信你不會設立同樣那麼多的票站 你一定會減少很多票站 甚至乎可能一些主要區域你只有一個票站 你那本寶,到時是將它由一本大寶拆分去做很多本寶 還是很多不同的寶就立成為一本大寶呢? 那個上一次的紀錄,他投了票與否 他怎樣帶到下一次正式投票的時候的做法呢? 這個雖然是技術上的問題 但是似乎是找不到一個好的答案 因為其實我們最好就是用到新的科技 這個科技就不需要用保,不需要用間尺用筆畫的 我們能夠將這些問題簡單地理順 那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了的話 就貿貿然我們要多加一次的選舉 也就是說我們要一個家庭手工業的操作方式 我們就要多加一次家庭手工業的工作方式 而兩樣東西又未必能夾得到的話 這個我們就很擔心到時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我相信如果政府能夠解答到我們這些技術上的問題 怎樣可以操作得好的話 如果再跟我們說,或者打算做這件事 我們會比較好一些 所以這些技術問題怎樣解決呢? 這就是希望局方有些回應 葉議員 由於時間夠,那可能局長 很簡單的回應 很簡單 多謝葉議員 剛才提到那個技術上的問題 因為我們試行計劃的時候 一個人數相對上會是少一些的 所以就算用現時的人數來處理那些 試試誰投了票或者未投票的那些 就是可以處理得到的 當然你說長遠地來說 如果透過電子安排去做 這個就更加好 第二點就是我們去做試行的時候 也不單單只是試行這一部分 我們還有就是整個預先投票日的安排 以及各方面的其他的操作是怎樣呢? 透過試行計劃裡面 是給我們有很多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去同步 去相線發展 也不是因為現在人手 你未曾電子化 所以要等到你電子化之後 你才去做試行計劃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必須要這樣做